茶干伊德在蒙语中意为奶食 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食品 它在蒙古族人民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8月26日至28日 一场茶干伊德文化节 在内蒙古自治区西林郭勒蒙正兰奇举办 借此机会 记者采访了在当地生活的蒙古族居民 听他们讲述了对茶干伊德的特殊感情 这个奶食品是对我们蒙古族 是一个我们主要的一个主食吧 就是过去我们去游牧啊 去过走场啊 都需要这个东西 它也可以晒干 也可以这样掀着吃 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的吧 就感觉特别亲切 蒙兰奇有着中国茶干伊德文化之香的美誉 在公元13世纪时是原上毒所在地 同时也是皇室的奶食品供应基地 时至今日 这里生产奶制品的技艺 仍然延续元代传统工艺 在中国传统乳制品加工历史上 占有独特地位 陶高是茶干伊德制作技艺传承人 已经有30多年制作经验 在活动现场 他自制的各色奶食 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他身边 丈夫与国外留学归来的儿子 也在自家展台前忙碌 我也是融入到这个 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宣传和制作这个茶干伊德文化的队伍当中来了 我就张库就出这个茶干伊德文化的这个事情 陶高一家的展台是当地茶干伊德文化的缩影 在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的茶干伊德文化节上 马苏里拉奶酪 水果奶豆腐 这些创新奶食 与传统奶食一样受人欢迎 陶高在与记者的交流中表示 茶干伊德文化不在书本和宣传册上 而是在这片它诞生和繁衍的牧场上 在眼前的这些奶食当中 锅中翻滚的乳团 人们舌尖上融化的奶酪都是它的载体 茶干伊德从古流传至今 成为蒙古族人民习以为常的元素 并且展示在世人面前 这就是传承 这就是传承的 那鵬肉 也不문一步 并且在樓下, 或是一步在哪里